Hello 大家好,我这里是旺川雨昕 好久不见了,今天来做的是一期跟文具分享有关的 今天的分享都是和纸质品有关的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记得给我点赞,投币,收藏,素质三连哦 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吧 第一个要分享的呢,其实之前在动态已经有发过图片了 就是变天纸 这个是我最近刚刚收到的 然后我囤这些变天纸的方法是在做QQ群里团的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团叫甜甜系嘛 它在沙米上也是有开团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然后QQ群的进行方法我还是会放在大幕里以及评论置顶 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去加一下 这个是我他们第三波团变天,然后我就好感兴趣 所以团了的这么多 然后应该25号就开第四波,我感兴趣去看一下吧 这次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到底存了哪些东西 这一包好像都是团长上送的东西 因为我感觉这些零散散的嘛 应该不像是我自己去买的 然后这边有一百分钟有这种贴纸 都是一些很零碎的赠品,非常感谢团长 这个是一个牛皮纸,纸子的那种标签贴 贴纸变签,这种很好看的变签 这是贴纸,这些贴纸都是我没有团的 因为其实我倒是不太走这样的风格啦 但是我觉得今天拿到手是不挺紧的 这是第一包应该是正品吧 第二包,这里的一包东西都是我喜欢的 但是它就薄薄的一点点 首先是这个是小票,小票一样的变签 这个是唾手帧比较适合的 然后这个是两份A6的这么一个变签 我童了很多这种样子的,包括你们能看到 后面这些不大的 这种样子是我存的最多的 而且也是我觉得比较实用的 然后来看第三包 这里面这个蛮多东西,我有看过 这里面还有个贴纸给拿出来 首先是checklist,to do list 然后这种变签,这种都非常适合做在手帐里 都是非常韩系的变签 就是如果你关注很多韩系博主的 他们的那种笔记啊,或者说他们拍的书桌图上 都会有超多的那种变签 我好喜欢这个正方形的,很快 check my day is to do list recept,小票 这个画框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素材了 可以给它单独的签下来,然后贴在手帐本上 也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贴,就是两张贴纸 来看第三弹 我其实有些后悔就是这一次可能也没有买一成本的那种大便签 我准备在第四个时候去看一下如果有喜欢的款 就去买一个成本的大便签来用 因为它的用法很多,我都能用三项 这是两张贴纸,好可爱哦,这两张贴纸 我觉得就是可以直接夹在那个墙上,贴在墙上 然后是正方形的这样的便签 然后我们拼便签的话都是按份来就是一本 呃,起卖都是一本嘛,但是我们给大家就是拼一份 按份来买,基本上一份的话是十张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说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都是一份一份的买的 这个也很好看,这个素材超好用 然后也就是正方形的这种 这个也好可爱的 接下来来看大的 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 而且大的用法其实很多 比如说我有把它装定成火焰纸 就是这个是挺容易火焰本嘛 然后打开里面 我就是用这种大的便签去自己去打孔 给它夹在里面 就做成了一种火焰纸那一碗 它除了只能写大面以外 然后也很好看 你写着写着就会蛮有动力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些大便签 这一个系列我真的好喜欢 后悔没有买一个整份了 不知道第四个会不会吞 粉色的超嫩超好看 这个也好好看 这个款 还有这个粉色的 会不会没有买多一点 好还是这个粉色的 这一大应该就都是差不多的暗器 写丝 那其实哪怕只是十张十张 我买这么多颜色 加起来也有好几个张可以用来做火焰 就是最后一代也都是一米大小的大便签 其实也是暗器一款 只不过这个是偏卡通型的暗器 这个是偏卡通型的暗器 这也是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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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一些横板的 红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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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的粉的 红的粉的 绿的 好这个还有爱心 太好了 就是这个黄颜色 还有粉颜色的爱心 还有 最后这个是樱桃 我觉得这个也好可爱 好好看哦 这个樱桃 我应该是报了二十匹吧 那就是今天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变迁 非常可爱的一些变迁 第二个要分享的是和国语博友帮的东西 那应该会有不少小伙伴知道 前不久 日本的那个文具品牌 国语在上海办了一个国语博 之前有小伙伴问国语博是什么呢 我想简单来解释就是 第一种理解释是国语博览会 第二种理解释就是国语的一个快闪店 在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限定产品 但其实 我当时有去现场的 然后我是掐个点去的 他十点开的时候差不多9点50左右到的 但是人非常多嘛 他这个展示要拿号的 其实我去那天早上七五八之前我就知道了 他是六点多开始发号的 基本上到十点那号应该已经发到四五百号了 然后其实限定产品都已经抢不太到了 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到了那个大商场里 然后我没有去快闪店 我找到的地方在网上去抢了手里的这些本子 这些都是国语的这么一个限定产品的一部分吧 我这里的都是野杖 然后野杖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东西 如果要解释一下野杖的话就是在野外书写使用的手上本 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基本上对一个野杖的要求就是说 第一要轻便你要塞在包里带出去 比如说出去交游出去玩的时候要用的 第二就是在野外的时候要随时随地拿出来用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的皮 必须得是硬皮 那我手上的野杖其实分为两套 然后左边是国语60周年的这么一个限定款野杖 然后右边呢是他这次上海战的一个 应该都是一个跟甜品有关的主题吧 所以有这么一套限定的野杖 永远都可以看到啊 这个鸡富尼兰 八笔粉 底白还有一个橙色吧 这是上海战限定款 然后60周年的限定款就是默绿色和黑色非常商务风格的那种本 来插一本给大家看一下内页吧 它这个皮是真的非常非常硬质的 看我的凹凹不过来 打开之后它而且它非常薄 在镜头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薄 打开之后它的内页是方格的 然后它这个颜色我觉得可能会有蛮多小伙伴不太喜欢 是一个有一点点深的蓝色 镜头里看会比食物更加去深一些吧 这个蓝色我倒对这方面还好啦 所以就不太会介意 如果这些小伙伴可能就不要太考虑去买野账了 真的很精致的一个本子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还很喜欢它上海战的A7的火焰本 然后这个其实是线上没有抢的 所以我是在咸鱼上相当于去收了一个高价吧 然后去收高价就是文具收货这件事情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我去收是因为我之前很早就想买国瑜的这个A7的火焰本嘛 然后之前都是一些普通款 然后我就觉得无所谓啦 什么时候算是下手 然后这次看到它的那个奖会款 也就是国瑜伯的新银款 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啊 就比普通的那种会好看很多嘛 所以正好又是想使用的东西 然后买来觉得应该也不会浪费 而且那个价格还算在接受范围内吧 所以就去买了 然后是一个个粉色一个绿色 我拆一个绿色给大家看 其实我更喜欢绿色款 在背面它有附这么一个说明书 就是多款的内页可以去自由选择 也说这个A7的火焰本 还有种使用方法是做A5B5A4火焰本的一个 备注的那么一个火焰值 它这个本子里面附这么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方格 这个也是很湿的那种格子颜色啦 上面还有印他们的这个logo 是比较湿内颜色 其实他们家这个A7火焰本 火焰值里面我最期待的是那一款 应该是 Todulis 哦不是Todulis 是一个时间轴 他们有一个时间轴的一个内衣 我当时把图放在视频上 你们能够看一下 等我下一次要买文具的时候 我就一起买回来给大家做个测评 然后它这个是火焰设计嘛 所以它这边是能够打开的 其实我不太会开 好这样子是打开了 然后合上 那这就是跟国与博有关的一些产品呢 分别是野障和A7的这个小小的火焰本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自己DIY的线圈本 然后是在实体店里做的 在上海的金安寺有一个瑞欧百货 它的五楼有一家店叫莫格 他们有官方微博的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那个店里呢是可以自己挑选那一页封皮等等 自己去DIY这么一个现成本的 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 因为好像之前我发图说有人问过这个价格不怎么便宜 简单来说它的枫叶和这个最后一页嘛 这是硬质板上自己去挑选的 基本上单个的价格是在15元 就是说这个封皮就已经30元了 而且每一本都有一个固定的人工费 然后就会有30元就已经60元了 所以一个本子的价格一定是在60元以上的 它的内页呢当时都是按费卖的 我当时定制三本 两本是那种7N尺寸的 一本是标准的A5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尺寸可以让你定做的是B6 然后感兴趣的可以去店里看 然后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定制的这些本子吧 第一个是封面是选择樱花的 然后又加了一个粉色的宝带 线圈我都是用银色的 这个里面的内页呢 我选择的应该是八川纸的那个方格 后面还有还有八川纸的空白 以及这个是一个便签 这些内页的话平板都是十几块钱一份 店里的话是有很大的一面墙可以让你去选 然后我有拍视频 我到时候就把那个视频放在这个 这次的视频里给大家一起看一下 是第二本 这个封面是都是珍珠白 然后加的绑线是蓝色的 因为好像没有白色的绑线 我就加了一个蓝色 这个是比较普通一点的方格纸 最后应该是又加了一些空白 这个是个比较普通的内页吧 最后也本来有母的 然后封面是这个黑色的 其实这个选封底的时候有点懵 因为不知道封底选什么样了 最后还是选了这个白色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页面再去做个封底的话 有这一块会比较奇怪 打开来应该也是 这个是点证 是八川纸内页的点证 还有什么都是点证 这本作都是点证 然后这种本子的话 我应该不会太快拿来使用 然后应该也会放一本 在今后的粉丝处理里面 因为我想做一个文具礼宝马 可能会放一本进去 然后其实还是收藏的多了这样的本子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